郭文貴議員 那都不要發言咯 就表表 在30秒請大家冷靜思考 請大家冷靜思考 法院見很難看 共產黨面臨終於飄搖 存亡絕續之時 我們為了這個事情 不是威脅 我講的是事實 我講的是事實 難道共產黨不是面臨風雨飄搖 存亡絕續之時嗎 我們今天日子都快過不下去了 我們沒辦法過日子的 各位常委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還在為這個事情 今天司法改正鬧成這樣 今天民進黨的各種的依賴 成為一個社會上最大的一個分針 我們不努力去面對 關一個很單純的黨內的選舉 我們必須要這樣鬧嗎 必須要把人建嗎 我們給人家帶來什麼樣的希望跟信心嗎 我真的很難過 誰做這個黨主席是無所謂 但是都必須要面對這個困境 如果大家還堅持說要表決的話 冷靜思考表決 幫幫幫主席 我愛你 你離我們更不明近 我非常勤勁 因為我身在其中 所以我自己挑了這個重擔 我知道這種辛苦跟痛苦 所以我才會這樣 所以主席 報告常委 是不是可以讓我發言 好 您說剛才本來是叫不要發言 請問江常委要不要讓樓常委發言 又是我才定 剛才你說都不要發言 所以我說真的 大家已經沒有辦法進去 聽我們一句話 因為我今天是第一次發言 我看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親愛的中常委同學 都很情緒化 那已經決定 我們常會是外外公開 媒體都在看 所以三十秒 主席要我們冷靜 你自己沒冷靜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呼吸一下 我建議這樣 如果要表決的話 就大家思考了 為了一個黨主席選舉 為了一個黨代表的選舉 就跟我們要總召講的最對呀 誰在意國民黨現在 誰在意國民黨現在 大家在意的是國家大事 我們自己 往內附打打個這麼熱消息 所以我建議 我們是不是既然冷靜三十秒不夠 我們就冷靜一個禮拜 在這禮拜當中 我們再來討論看看 報告常委 親愛的常委 這是我良心的建議 我要有溫柔晚約的報告 我們的中常委 不是不能夠等一個禮拜過多久 我們的作業真的來不及 你知道這個作業有多反復嗎 而且這完全不是跟選黨主席 是沒有關係的 跟你們選中常委 有相當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 都是神父的 所以我們來看